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字 这个草花头着的鸣字 读个鸣 月鸣是一个上升字读鸣 鸣是什么呢 你看看它造字的形态 当然是一种植物 是一种草本植物 现在呢 街市说我想买一棵鸣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说紫苏叶 那可能你会熟悉 鸣太刚刚秋风起的时候 就流行吃大杂蟹 很多时候蒸蟹的时候 就会加些叫紫苏叶 对吧 紫苏叶可以驱蟹的寒气 有些中医说紫苏叶 还可以去调理腸胃有帮助 原来古书说 现在我们叫紫苏叶 以前就叫做饮 一种植物的名字 但是现在它将它独立 作为一个名词 表示这种植物 已经很少用了 通常最熟悉这个字 就是一个成语 色例内饮 这个成语从哪里来的呢 是出自论语洋货篇 是孔子说的 他说色例而内饮 辟诸小人 其由村鱼之道也鱼 这个 村鱼这个鱼字 现在很少用了 就是说捐一捐一捐一捐 捐入别人家的家 一穿过别人的墙壁 村鱼之道就是说小偷 就是入屋偷东西的那些 他说色例而耐饮 辟诸小人 就像那些小人 好像入屋偷东西的小偷 现在这句成语 恐怕很少用来形容小偷 首先是色例的 你那些小偷 就是偷偷摸摸入人家 他就不会断巴闭地 走来宣布 我怎样要来抢你东西 偷你东西的嘛 如果他静悄悄 什么声都不响 走去偷东西 我们现在就不会用这句成语 色例耐饮 来形容他 这句成语的形容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声大隔岳 装个样子 好像李直气壮 但其实 滲开了 说多两句 就已经是脚软了 叫做色例耐饮 即是说外强中肝 看上来的样子就好像很打得 但原来就没有了道 有时都会用来形容一些公众人物 出来说话大大声声 好像道理起他那一遍 但实际上说多两句 就已经理屈辞窮了 也可以用这个形容词 色例耐饮 不birds字幕iser celebration 组织 中文字幕 李宗盈